欢迎再度回到北斑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到台中的冯甲夜市 来品尝这家超人气的麻油料理 老板说他选用的是价格比一般麻油贵三到四成 来自于云林的北港黑芝麻油 纯度不仅比较高 滋味炒起来也更香浓 里头拌炒一些新鲜的粉干啦 猪心啦 腰子啦 里脊肉片 尝起来嫩中带脆 一点点腥味都没有 黑芝麻油爆炒辛辣老姜 浓于香气扑鼻而来 接着轮到独角登场 哇 仔细一瞧有粉干 猪心 腰子 腰带 还有里脊肉片五种食材 配料丰富的麻油炒粽和 嫩中再脆 香气四溢 让这间位在台中逢甲夜市的炖品店 每到用餐时间就吸引许多滔客 闻香下马 还有北部顾客指明要吃 我是从桃圆来的 桃圆来这边吃 就是有人推荐来这家 听说这家不错 吃起来蛮顺口的啊 不会有油腻啊 然后它这个我从很远的地方 就会闻到这个麻油的味道 所以才跑来这边吃的 不好意思哦 麻油综合来咯 是 逢甲夜市里唯一一间炖品店 人潮络绎不绝的原因 就是料理价格超实惠 开店虽然不久 就已经累积不少死忠顾客 比起其他这种麻油料理 算是还蛮中低价位的 就是对学生族群来讲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来这边吃啊 价位都蛮便宜的 最贵不会超过160 店里长勺的幕后推手 就是老板兼主厨的陈再斌 由于父亲生前是外汇大厨 陈老板从小就耳濡目染 练就一身好厨艺 就在帮太太做月子的时候 兴起了创业念头 就觉得帮老婆做月子做得不错 然后就 他建议我们做这个 然后我们到处找店面这样子 就开始做了 我生之前六十几公斤 对啊 然后生之完之后 就是月子有做好 然后就是吃这个蛮纯的麻油 所以就是瘦到现在就四十几这样子 年轻夫妻从新竹来到台中 创业开炖品店 所有料理坚持当天现做 从挑选食材就不马虎 店里的灵魂人物麻油 陈老板选用云林北港的黑芝麻油 价钱比一般麻油贵上三到四成 它的价钱方面来讲是 它是比较贵一点 它是两百块一斤 然后它有分很多种 然后我们选择是用最好的麻油这样子 比较不会照热 它是比较香 比较浓 然后吃起来的时候会有回甘的感觉 香醇的北港麻油 搭配当天现彩的温体株内脏 有粉肝 猪心 腰子 还有腰带 新鲜度保证百分百 将黑芝麻油老姜爆香 再放入清洗过的内脏还有瘦肉 最后加入爽脆高丽菜 米酒去腥 起锅前撒上枸杞点缀 粉肝 猪心 腰子 腰带 还有肉片 被浓唇麻油浸润到滑口 尝来完全没有腥味 料缝未美的炒纵盒 满在儿时记忆中的美味 麻油的部分很香 那汤都不会很油腻 那很融 很顺口 很好喝 然后腰子的部分很脆 有那种小时候阿嬷的味道 不会有腥味 比我们一般在自己家里弄的还要香 对 还不错 面就是还蛮多东西 就是有吓到 对 然后腰子还蛮软的 然后就是老板有说那个腰带很特别 是比腰子还要再补的部分 对 就很好吃 店里的另一道招牌好料 就是陈老板替太太坐月子的麻油鸡汤 除了选用肉质坚实的土鸡 还少不了这个秘密武器 它会吃起来会有点辣 然后又香 比较香 然后用嫩姜的话 它就比较没有那个香 没有不够辣 用老姜 黑芝麻油 炖煮的麻油鸡香气扑鼻 里头还有鲜嫩鸡翅 鸡腿 鸡脚等 七个不同部位的肉块 满满一碗百元油炸 吃起来不会有嚼 就是蛮有嚼劲的 然后不会油腻的感觉 汤的香味很香 麻油也很重 然后喝起来很顺口 不会很油 其他像是香滑上口的麻油面线 还有用筷子千斤一夹 鸡肉马上骨肉分离的香菇鸡汤 都是陈老板的拿手好料 虽然炖品店下午五点才营业 不过夫妻俩从上午开始就没闲着 分工打理店内的大小事 尽管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夫妻俩却甘之如鱼 不仅替自己圆了创业梦 更用热腾腾的麻油料理 温暖饕客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